这里是万门课堂阿语初级 我是白野 这一节是我们第八讲第四节 这一节我们来看一下语法的概念 首先我们看一下 阿语语法主要分为两个大类 第一类叫做词法 主要研究词汇 第二类叫做句法 主要研究句子 我们先看一下 什么是词法 词法主要又分成三个种类 第一类叫做动词 什么叫动词 动词表示在一定时间范围内 发生的动作或者状态 动作或者状态具有一个比较实际的意义 而且带有时间概念 就是动词 下面名词 名词表示人 事物 地点或者抽案概念的名称 不带有时间概念 这个是名词 下面虚词 虚词表示 它没有独立的意义 不能独立组句 所以动词 所以动词名词和虚词是阿拉伯语的三个主要的词性 三大类动词名词虚词 我们看一下动词 动词 有实际意义 还有时间概念 首先动词 有人称的变化 第一人称 第二人称 第三人称 另外动词 还要分性 分成阴性 和阳性 大家注意 这一点 动词分性这一点上 阿拉伯语和法语 西班牙语 德语 不一样 上述语言 虽然变位 但是动词是不分性的 男士和女士 做主语的时候 这个动词 它的性 通常是不变的 但是阿拉伯语不一样 男他在做什么 女他做什么 动词是不一样的 是要变性的 根据性来变化 下面我们看数 动词还有数的变化 单数 双数 还有负数 这一点也不太一样 一般动词都是单数负数 但是阿语带一个双数 就是表示两个 下面还有动词 还有格的变化 动词的格 分为 叫做主格 第二个 兵格 第三个 叫做切格 大家注意 动词的格 表示 特殊的语法概念 与名词的 格的意义 不一样 动词的格是怎么回事 我们会在之后的这个课程里讲到 下面 还有时事 和时态 不完全一样 什么叫做时事 第一类 过去事 表示发生在 几话之前 我在说话之前 发生一个事 我就可以用过去事 来形容它 下面 现在事 表示 这个讲话时 讲话后 比如说我说话的时候 出了个事 用现在事动词 或者说 我表示一个将来的 一个概念 也需要现在事动词 还有就是 命令式 注意 阿博语 也有命令式 命令式 表示要求 对方 做某事 表示 将来是概念 比如说 我命令你 你坐下 但是 你还没坐下 你坐下 这个动作 是要将来发生的 就是 将来是的概念 好的 我们来看一下名词 名词 表示 人 事物 地点 或者概念的名称 有实际意义 但是没有时间概念 这一点 和动词不一样 名词 注意 有四个范畴 第一个 名词要分性 分性 分阳性 和阴性 和动词 是一样的 第二 名词 要变数 有单数 表示一个 双数 表示两个 还有 负数 表示大于等于三个 单双负 三个数 还有就是 格位 第一个 主格 第二个 兵格 第三个 鼠格 这一点 阿语名词 有三个格 我们看 拉丁语六个格 俄语六个格 德语四个格 都比阿语 要难一些 下面就是 名词的 是 注意这个是 指的是名词 是否 泛指 所以有两个是 一个是叫 泛指 是 第二个是 叫 确指 是 另外 名词的概念 比较广泛 除了 普通名词之外 还包括 代词 数词 形容词 和时空负词 代词 数词 代词 你我他 数词 123456 形容词 美的 丑的 甜的 苦的 红的 绿的 还有 时空负词 一些比如说 像是 在什么什么上面 这个 在什么什么前面 在什么什么后面 时空负词 都属于 名词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 虚词 虚词 没有独立完整的意思 不能独立使用 不能独立组句 虚词能跟这么几类 第一类就是 戒词 注意 戒词 有一条经科预律 就是戒词后边 必须要加名词的 属格 只要戒词 加名词 名词必须用属格 下一个 连词 像 我 我 就是连词 这个end 还有就是 疑问虚词 应答虚词 还有就是 其他的 表示一些 语法意义的 虚词 比如说 词根性虚词 这样的一些虚词 主要是这么几类 下面我们看一下句法 句法 最基础的句法 有两种句子 有两种句子 一类叫做动词句 表示 以动词开头的句子 如果这句子开头是动词 就是动词句 第二类 叫做名词句 跟动词句 对应 以名词开头的句子 叫做名词句 这个是最基础的两种句型 句式 好的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